见过如此礼貌的杀手,只见他从容优雅的下马,随即来到一位长老面前,毕恭毕敬的行了个礼,两人一番文明的交流后,他才利落逃出枪来崩了长老,约翰报了自己曾经的仇,成功杀了高卓慧的领导,但麻烦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一个男人来到酒店,递上了一封信,他成功见到了酒店高层温斯顿,紧接待他拿出一个巨大的沙漏,告诉温斯顿,当沙漏漏尽的那一刻,也就是这座酒店不复存在的时候,这正是高卓慧的格拉蒙的意思, 温斯顿不敢怠慢,赶紧来到格拉蒙的办公室,没想到格拉蒙丝毫不肯同容,大陆酒店就这样化成了灰烬,格拉蒙弹手就是一枪,扎到了温斯顿身边的李医员,解决完了大陆酒店,接下来该解决约翰了,格拉蒙把盲人杀手可恩叫来,可恩表示自己已经金盆洗手不干了,格拉蒙却用他的女儿威胁他,没办法,可恩只能接下来杀约翰的活儿,此时的约翰正身处大阪酒店的顶层,酒店老板倒街上来和他叙旧,不料刚聊了没一会 高周会的人就赶到了,格拉蒙要让所有和约翰走得近的人后悔 高周会的人刚想宣布大阪酒店从今天起停业,岛军便按下一个神秘按钮,酒店里的灯光瞬间变暗,已经埋伏好的员工们也都做好了武器,高周会见他不愿意配合,便也下令让杀手赶尽杀绝,他们一边打架着,一边还在酒店中寻找约翰 此时约翰正和岛军的女儿小明身处顶层,他们也收到了酒店被攻打的消息,剧烈有素的二人立刻投入战斗,他们一路从顶层刷到地面,这时可恩也加入了战斗 约翰尚且能在枪林档椅中应付自如,但小明一不小心就中了弹,岛军赶紧护着女儿来到安全的地方,把酒店托付给了约翰 约翰也不负所托,一一滴败杀了无数的敌人,最后他终于和可恩碰了面,他们虽然是老友,但此刻立场不同,含血了几句后,便开始了产斗 可恩虽然双目失明,却也一点也不影响他的功夫,他右手持枪左手挥棍,和约翰打得不分胜负,甚至比起近战来还略生一筹 就在两人纠缠在一起时,护眼处响起了枪声,他们赶紧躲避 来者是带着一条狗的杀手小黑,约翰趁此机会成功逃脱了 可恩找不到约翰,于是又来到了岛军父母面前,他威胁岛军说出约翰的下落 但岛军十分讲义气,宁可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和他战斗,也不肯出卖兄弟 但虚弱的岛军哪里是可恩的对手,没几招就被他砍中了后背 小明抱着父亲的尸体,悲痛欲绝的他想拿起刀反抗 可恩制止了他,小明也明白现在的自己不是可恩的对手 他只能强忍着悲痛离开,等待日后报仇的机会 约翰知道事情全是因自己而起,他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 于是找到温斯顿询问,温斯顿告诉他 唯一的办法就是发起高卓会决斗,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只要能在决斗上打败格拉蒙 不仅他们会对约翰以前的事既往不咎,他甚至还能当上高卓会的领导 不过这个办法存在着一个难题,那就是高卓会决斗 必须由高卓会成员发起,尽管约翰的家人们隶属于高卓会 可他本人已经被逐出了俄罗斯罗姆帮 温斯顿叮嘱他,赶快去解决一下这件事 否则他们只能在阴间见面了 约翰听从了温斯顿的建议,他来到罗姆帮的教堂 告诉神父,自己想见见彼得叔叔 没想到下一秒,神父居然直接掏出枪 二话不说就冲着约翰开了一枪 幸好约翰反应快,用防弹西服挡住了这一极 但他还是被吊了起来 家族成员告诉他,彼得已经死了 而这也是拜他所赐 卡蒂尔告诉他,只要他为彼得报仇 杀了那个叫奇拉的人 他就能重新为家族接纳 约翰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奇拉的酒吧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可恩和小黑也在这里 三人都想杀了约翰 先后社区就成了问题 他们决定赌一把,用扑克牌解决问题 发号牌后可恩率先开牌 手里有四张九和一张四 这已经算是很好的手期了 谁知小黑紧接着开出了童话大顺 眼看着已经锁定了圣局 奇拉亮出手牌,他手里居然有五张二 所有人都知道他出了老千 也知道了他并不是真心想进行这场牌局 顿时混战开始了 约翰一路追杀奇拉 但狡猾的奇拉知道自己不是约翰的对手 便把他引入一出斗手场内 源源不断地打手从这里涌现 却还是被约翰一一制服 最终他和奇拉近身肉搏 将对方从楼梯上摔了下去 终于解决了这个难缠的对手 约翰拔下他的一颗金牙做新舞 卡迪亚终于同意了约翰重回家族 两人又烧红的烙印烙上印记 又喝了象征着亲情的酒 就这样,俄罗斯罗姆帮向格拉蒙发出了挑战 格拉蒙只能接受挑战 他坐在了约翰对面 两人开始挑选决斗的时间地点 地点定在了圣心大教堂 最后谈判员宣布了日出时在碰头 约翰便离开了这里 但格拉蒙却动起了歪息子 他让可恩担任自己的副手 在决战时代替自己出战 可恩不愿答应 格拉蒙便顾忌重施 用他的女儿威胁他 没办法 可恩只好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格拉蒙又做了第二手准备 他发布了全程广播 约翰的悬赏金也被提到了2600万美元 广播一结束 全程的杀手倾巢而出 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杀了约翰 走在街上的约翰意识到了不对劲 很快就和杀手们打成了一团 他凭借着敏锐的反应力解决了不少人 接上急车而过的车辆 也帮了他很大的忙 可是杀手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不管他走到哪里 都有人在追杀 约翰把几个杀手扔到高速驶过的车上 此时小黑也加入了战局 约翰打得越来越吃力 只好找机会骑上一辆机车逃跑 但很快他就被几辆车堵在了小巷里 他躲进路边一间废弃大楼 杀手们依然对他穷追不舍 眼看着日出的时间越来越近 约翰还是没能被解决掉 格拉蒙也急了 于是给小黑打出电话 告诉他只要杀了约翰 一定少不了他的赏金 可小黑却狮子大开口 上了就要2500万 格拉蒙气急败坏地摔了手机 但思考了片刻 他还是把电话打了回去 这次小黑更过分了 居然坐地起价有3000万 格拉蒙也没空和他计较了 同意了他要钱的要求 此刻的约翰已经拿到了枪 他像个战神一样转转在各个房间里 遇到他的杀手都难逃一次 最后只剩下约翰和小黑两人 他们背靠着柱子轮流开枪 最后小黑还是被约翰束住 就在这时 一个幸存的杀手跑了过来 想对小黑的狗下手 约翰不顾自己的安全 一想把杀手打死了 救下了小黑的狗 随后转身从窗户飘了出去 小黑心怀感激 没有再继续追他 他有10分钟就要日出了 约翰终于来到了最后的阶梯前 他知道 这一定是一场艰难的试炼 果然随着他踏上阶梯 杀手开始从四面八方猫了出来 他一边上楼 一边解决着敌人 大部分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约翰终于来到了最后一阶阶梯前 面前站着的敌人却十分强劲 一脚踹在约翰肚子上 他滚到了四阶阶梯之下 约翰艰难地站起身 刚想做出反击 又被敌人抓住一顿暴走 这次直接把他扔到了阶梯最下方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的时候 肯恩赶到了 他决定帮约翰一把 于是两人再次向阶梯顶层进发 两大高手的联手合作 终于把所有杀手杀得偏价不留 他们赶在日出前的最后一秒 到达了现场 最后的战斗终于打响 决斗双方约翰和肯恩各拿一把枪 他们之间相隔60步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两人各开一枪 这两枪都打在了手臂上 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 两人前进了20步距离 又开了一枪 这次约翰伤在肩膀上 但肯恩的腹部中了一枪 但他们都还能坚持 距离再次缩短 这次一定会分出胜负 裁判发令后 很毫不犹豫地开了枪 这一枪正中胸口 约翰痛苦地倒了下去 看到他败局已定 格拉蒙得意地上前拿起了手枪 要给约翰最后一击 不料就在他抬手时 温斯顿却突然出声嘲讽 约翰的这发子弹 正是给格拉蒙留的 随着一声枪响 格拉蒙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裁判上前裁定结果 确定了是约翰获得了挑战胜利 他将获得自由 可恩和他的女儿也会被释放 听到结果的约翰松了一口气 他独自走到圣心大教堂门口 坐在阶梯上回望自己的一生 最终他支持不住挡了下去 这位传奇杀手就这样于是长辞了 根据他的遗愿 温斯顿把他的墓碑 建在了他的女友身边 并写上了我最爱的丈夫几个字 和女友背上我最爱的妻子相互呼应 自此约翰的故事落下了帷幕 但他的朋友们会永远凝迹他 他的传奇永远不会褪色 每部电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补充 既然你能看到这里 那不妨再往前一步 点个赞观的主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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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